有五種代表性的食材 推薦給大家 首先的就是 鮮淮山 紅蘿蔔 紅番薯 薯仔 和白蘿蔔 這些食材一般來說 都具有一些保益的功效在 冬天而保 所以市民都可以透過這些食材 去進行進步 鮮淮山是一種 藥食兩用的食材 味甘盛平 以河南產地是最好的 我手上這個就是淮山 所以大家選用的時候 留意一下它的產地 最好選擇河南 功效最主要是 有補神的作用 還有補陰的作用 對於皮和肺 都是很有幫助的 非常適合冬天的時候 去食用 即使有糖尿病的病人也好 也都適宜用大量的鮮淮山 譬如每天可以用250克 或以上的鮮淮山 單純地去煲水去飲用 都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可以用 和淮山紅鵝白 薯仔蜜棗去煲湯飲 這個都適宜是冬天飲用的 接下來我介紹一下 紅番薯的食味 它甘平功效是補開一氣 有強腎陰和健脾無胃的作用 在冬天吃的時候 它既可以補充熱量去抗寒 另外又可以通便排毒 對於紅番薯來說 它又是一個簡性的食物 對於經常肉食的人來說 它起到一個酸筋平衡的作用 食療建議方面 紅番薯、紅糖碎 大家平時在冬天的時候 都可以煲來喝 我們 presidente 我們會用濕來聞虧的食物 吸引人、泡餅 我們在冬天的時候 低一點 喝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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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